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大S和小S这两姐妹果然都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也难怪大家总是说汪小菲才是那个大怨重了 如果没有黄子脚被实锤了性骚扰 恐怕没人敢揭发S一家的一丁点丑闻吧 黄子脚在忏悔视频里还还专门透露 称大小吸毒嗑药 就连他自己都曾被他们二人还有周俊伟 范小轩硬塞过 并且大S还曾和光头聚俊叶在一个饭店嗑药 为什么黄子脚赶出来曝光呢 还记得之前黄子脚和小S分手被大S整得差点失业 当时迫于大S在那边的势力和地位又不敢说 但是心里肯定一直怀恨在心 现在大S地位势力大不如前 再加上他破罐子破摔 就直接嘟一锅端说出来了 对于黄子脚的爆料 小S也是气得在节目里否认 他希望大家不要过多的关注他们家 但毕竟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末尾 这次大S被爆出摊在床上不动弹 小S被爆纸尿裤不离身 相信汪小菲都看呆了 当然这一些都是他们自己亲口承认的 在当时可能我们不会想太多 但是一结合这么多的爆料 像是案件浮出水面一般豁然开朗 张兰当年在直播间不止一次提到大S吸毒了 但因为当时很多人以为张兰对这位前媳妇而不满 才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当时很生气 因为大S不让小月儿和林儿回家看望奶奶 爆出了小月儿在雨天的街上爆哭 让张兰不得不在直播间控诉大S 还记得汪小菲也曾在暴走的时候爆大S吸毒 只可惜当时的她情绪波动很厉害 加上那时候大S和剧俊叶结婚 很多人以为这是汪小菲故意抹黑大S的胡话 故意捏造污蔑大S的 结果确实有迹可循 也只有汪小菲在看到大S科药后非常的生气 其他人都恨不得大S能够一起课 只能说最爱大S的只有汪小菲了 有人说 如果按照黄子脚所爆料的 那么推算下来 大S年轻时就和剧俊叶一起磕过药了 剧俊叶在事业的上升期选择一脚把大S踢开 但在大S离婚后又再次联系上对方并结婚 而且可能在婚姻那俩人就有接触 还有突然想起来汪小菲之前给他家交的聚了电费 事情突然变得微妙了起来 难道剧俊叶真的在家中绿植吗 当然后来的汪小菲晒出很多致命的记录 把大S对得体无完肤 让我们看到了不再体面的大S 谁有任前但又想要立住自己身份的虚伪面具 很难想象小月儿和林儿在大S家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难道真的看妈妈每一次都被聚俊叶抱着上厕所 每天都是贪坐在床上动弹不了吗 那这样也根本没有再好好爱小孩 何不把两个孩子让汪小菲接回北京好好照顾 如果大S真的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当摇钱树 那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 大家觉得呢 我送那家 家人带来坐在床上 我儿子也总想要是一个称职的圈子 感谢观看